它並不是要室內裝修房子 那時候老婆還說你神經病吧 應該免會理你吧 那個房子本身的條件是六米高 真正的六米高 我們把整個客廳是做一個 調高的一個設計規劃 整個空間連串起來 等於餐廳就是一個家的核心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樣領據力感覺是非常的好 感覺我們下次做什麼事情 大家都可以處在一起 當初會遇到總監也是一段非常特別的緣分 因為那時候我們來到這間房子 看到這個房子真的是空空的什麼都沒有 中間就一根樓梯 沒什麼想法 之前我在網路上曾經看到星夜設計 總監安哥有設計過這種六米挑高的物件 想說問問看 我應不應該要買這間房子 那時候老婆還說你神經病吧 應該免會理你吧 他並不是要室內裝修房子 而是他對購買這個房子 夫妻有一些疑慮在 當我看到這個物件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值得買 我就跟屋主長 你有沒有找我裝修都沒有關係 可是我覺得這個物件 你居住起來是非常舒服的 它是一個採光非常好的房子 戶外都是非常漂亮的綠玉 這對整個居住品質來講的話 是覺得非常棒的 那加上這個房子本身的條件是六米高 真正的六米高 我們把整個客廳是做一個調靠的設計規劃 也多了一些儲藏室 還有小孩子的房間 讓整個動線跟收納非常的完整 當然它有它的優勢 它有它的缺點 當初這個建商在做這個樓梯的位置 我覺得不是那麼理想恰當 它把空間給分割了 因為它在房子的中間 我們將樓梯轉向 主要是要讓餐廚區的空間 跟動線更加的完整 屋主在原本的家 是關在一個很小的廚房裡面 然後很辛苦流著汗在那邊煮飯 因為那樣主很喜歡棚人 所以他希望在這個新的這個地方 能夠有一個非常大的廚房 還有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我最大願望就是想要有一個 這麼大的廚房空間 可以讓我大展身手 以前在舊家因為檯面很小 而且我又出資大業 也不是真正什麼中泡塞 可以這樣子很順手 其實我都是百亂七八糟 那這個檯面可以讓我隨便亂擺 沒有壓力 在中島這個地方 它長度長到370公分 這麼長 所以在備餐 或是在料理來講的話 我相信是非常臭臭有餘的 像在爐的地方 我們是採用連烤爐 然後多爐的一個設計裡面 讓它在烹飪的時候 更加的油嫩油餘 結合倒替的一個抽油鹽機 我認為油鹽的問題 也就讓它解決掉了 那另外那一邊 是用一個 按壓式調味的一個設備 能夠自動升降 整個機能 都是非常符合它的需求 當初我們有跟總結說 需要可以放很大的餐桌的地方 那還幫我們設計 240公分的餐桌 我老公很喜歡做菜 所以我們放假的時候就是 老公做菜 然後我們坐在這邊等著吃飯 這種感覺我覺得很幸福 在餐櫥區的對面 我們將機能跟美學做一個結合 我們有做一個展示櫃 那展示櫃的旁邊 我們用P格的元素 去增加收納的空間 後面就是掌清房 掌清房的後方其實是一間浴室 我們用以他們的方式藏了一屋形 最後面就是小孩子的一個書房 我們透過長紅玻璃 將光線引入到室內 做料理可以看得到小孩 互相的噪音 多功能是比我想像中大了許多 設計完之後 整個空間連串起來 等於餐廳就是一個家的核心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樣擰聚力 感覺是非常的好 感覺我們家是做什麼事情 大家都可以處在一起 空間格局的第二個重心 其實是在我們的客廳裡面 那我們採用的色調 要是黑圍板能夠將石上 還有輕奢的一個概念去做呈現 所以在玄關在鞋櫃的地方 其實我們用一些皮革的元素 然後結合了鞋櫃 椅毛櫃 還有它旁邊的電子衣櫃 我們做一個整形呈現 那在正前方的這個屏風裡面呢 其實我們通過石材 鐵鍵還有揮波 需要能夠做到石跟虛的概念 還有達到一個串透的感覺 讓一進入到玄關的地方 就產生一個非常無鴉感 而且有時尚 輕聲的味道 為了讓空間有大氣的感覺 在電視的主牆 我們採用了一張沉穩的大理石 大理石的元素 延伸到屏風的部分 讓整個寬度的視角跟高度 產生整個大氣感 在沙發的後方 其實我們也採用了大理石 結合了烤漆 還有鍍汰 以及灰燼的概念 讓整個空間感更加的放大 在整個客清中段的地方 採用灰燼的一個元素 環繞了整個客餐跟玄關 主要是讓整個空間感穿透 反射還有空間感的延伸 在設計這個房子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有跟他講說 我們想要有那種飯店的感覺 然後來到我們家就覺得 哇 輕奢感 我們上到401之前 這次樓梯其實是重新打造過的 在這次樓梯我們希望能夠 產生一個非常輕量化的質感 還有整個層次感 在樓梯扶手的地方 其實我們打破傳統的概念 我們是用玻璃的元素 去當作他的扶手 那樓梯的每個踏接 其實我們都做一些 跟帶的一個設計 主要是讓整個樓梯 除了很輕盈之外呢 還有讓它產生層次感 還有它的氛圍 其實大家都會說 女生最喜歡的就是 希望有自己的一個根質 那我想要說的是 其實不是只有女生 我老公也非常喜歡 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 可以放衣服的空間 所以等於是我們的更衣室 是跟我老公一起 有很多可以調的地方 然後我有自己的梳妝台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棒 因為之前是沒有的 現在是有的 那我每天都可以 起床坐在那邊梳化 我覺得哇太棒了 擁有這些房子 其實就是打造了一個 人生的里程碑 那加上安哥的設計團隊 幫我打造了這樣的空間 讓我的房子更加的加分 既然他幫我弄了這麼多 可以運用的地方 就可以讓我的生活 有更多的想法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跟總監討論以後 然後他把我們的房子 設計成這樣子 其實我真的是非常喜歡